她是灰姑娘变公主的典范 她是华语电影里花亭变影后的情侣 她是各大奢侈品品牌追踪的宠儿 她是老外眼中最熟悉的东方面孔 她是娱乐圈风口浪尖上的牺牲品 她是本期先锋人物范冰冰 范冰冰是标准的大名影 以古典与时尚为一身 几乎占尽所有形容美丽的词汇 但其实年仅三十的范冰冰 也逃不过以自然法则作费争 很多人都说应该是从25岁才开始护肤 但是我真的认为应该是从16岁就开始护肤 因为我从16岁就开始护肤面膜了 那我觉得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 或者没有一个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 对于我自己我个人我不是说所有的女孩子 我个人的习惯我从16岁就开始对自己的皮肤有所保养 然后尽力地去呵护她 因为我的工作可能还有一定的这种工作的性质 所以我从16岁的时候就尽量地可以保护自己的皮肤 然后这样才可以一个是在你外界的这种防护 然后还有就是你内在的养护两个方面 所以我都觉得女孩要是保养的话应该趁早一点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年龄段的女孩子 都有每个年龄段女孩子的美丽 所以我自己从来没有恐惧过说30岁会到来 而且我一直我一直从20岁的时候 我觉得怎么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为什么好 感觉很长时间 怎么好像老是过不完 怎么好像老是没有过到我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 为什么一直不断地那么忙碌 那么的工作那么的满档 所以其实我还挺想拥抱我的30岁 然后我想跟她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 一个甜蜜的一种感触吧 因为在我29岁生日的时候 有一个蜡像的一个仪式 然后别人就问我说你29岁的生日愿望 我说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天里面都可以非常的快乐 然后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90年代初 刚出道志气未脱的范冰冰 到现在百变性感的巨星风采 她完美地演绎了这10年来的时尚进化史 然而范冰冰深知年龄与美貌正反比的道理 再美丽的外表也终有一天会年老色衰 我到现在觉得我自己的心理年龄是13岁 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 我觉得其实女人有的时候 不要太在乎你的本质年龄 比如说你今年20岁30岁或者50岁 我觉得你要把你的 你要把你的这个心理的年龄跟你深 就是这个年龄本身画对等 就是反过来 我觉得样貌在人的比重当中 当然占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它也为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烦恼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因为我每天其实我不太喜欢照镜子 除了工作的时候 工作之外 其实我很懒得照镜子 我不愿意再看到就是我很熟悉的这张脸 我觉得什么样的样貌 它再美美若天仙 你每天看 每时看 每刻看 它也都会有很厌倦的时候 所以我想你的心里的愿望 还有你心里面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可能是我特别注重自己的内心的感受 至于说外形上面 它到底能有多大的帮助 或者当然我一定承认它 它在我的工作里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那个只是一部分 我希望那个过了 可能大家就过了 可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最重点的东西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人的本质 然后希望通过本质可以传达到内心的东西 可以给别人 一直以来 范冰冰冰都被媒体誉为话题女王 在她的身上 总是充斥着层出不穷的新闻 2008年 范冰冰冰被报是人工美女 她不惜大动干戈到医院 拿着权威医院的检验报告 印名震身 成功地在最短时间内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2010年 2011年 连续两年 并无作品的范冰冰 身着龙袍和鲜鹤红裙 亮相该纳红毯 在电影节赞助商的帮忙下 她的面孔在电影节期间 遍及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处 这个当初陌生的名字 也随着一次次频繁的红毯亮相 被各个欧洲媒体铭记 同时 也让世界记住了冰冰 但墙外开花的范冰冰 却引得华语演艺圈一片哗然 不仅招致了同辈女性的奚落嘲笑 前辈隐心 甚至直指她没有脑子 只会把野心穿在了身上 2010年底 一张参加节目录制时 递话筒的照片 被俄传为 王学习范冰冰亲密牵手 更有消息称 王学习范冰冰已经同居两年 而南方也已经向妻子诉讼离婚 事发之后 王学习范冰冰均出面否认 而一向女出惊人的范冰冰 更是说出了有事都冲我来的豪言壮语 这些绯闻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了了之 可就在近日 有网友突然在微博中爆料称 范冰冰现在已怀有身孕 孩子的父亲正是中国房地产话题之王 史嘉义 同一时间 数十家媒体收到匿名邮件 事件由谣言变成铺天盖地的报道 再一次遭受到低手的范冰冰 以不变异万变 范冰处冰 被打得多了 然后有了经验 我觉得密集可能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这个事情的真相是假的 它必须得是假的 我才会有这么坚决的反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做一件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是一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 我希望 我能告诉大家的 就是我在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出来的状况的时候 因为它是真的 因为它不是 因为它是 真的没有发生过的东西 因为它是真的造谣 所以我要站出来面对 是因为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我不惧怕 然后我要 就是 正面的来跟这个事情 做一些正面力量的对抗 所以我不回避它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你永远都是在 第一个时间里面站出来 然后来澄清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在我这么长时间的 做事情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一个方法 而且 主要的是 它确实是小金文 它确实是绯闻 它确实是诋毁 它确实是造谣 种种种种 然后让我觉得 我必须要用一个 非常正面的能量 来面对这些很黑暗的 此番 范冰冰被怀孕的报道 明显是被人利用 据悉 该内地富豪 早就有意进居 娱乐界 与范冰冰工作室的合作 也已是见在弦上 如果范冰冰与该内地富豪的合作成真 一艘未来的娱乐业航母雏行 就已险山露水 在这时爆出范冰冰 与该富豪之间的私人关系 更被扯上耸人听闻的怀孕 与流产事端 很可能是故意布局陷害 阻碍双方合作 而冰冰对未来的计划 合作伙伴 其实早有自己的判断 工作的伙伴 其实包括我身边工作的同事都是这样 我还是希望 我所接触的同事 我所接触的工作的伙伴 其实第一个是要善良 是他的人心是要善良的 然后我们在一起做事情 才能做一个最大化利益的 但是善良的事情 这是唯一的一个 我去考量的标准 也是对 不管是对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我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他的人心必须要善良 琼瑶笔下默默无闻的丫鬟 经过十余年的打拼 早已蜕变成演艺圈的女王 这个身份既让人羡慕 又让人嫉妒 范冰冰的美丽 让人忽略了她的努力 一次又一次的被恋爱 被怀孕的事件 让范冰冰深陷炒作和被炒作的舆论漩涡 见惯了大众口诛笔伐 刀光剑影的范爷 似乎并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 她在意的更多的是对家人和朋友带来的困扰 这么多年我也都听惯了 只不过我会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分寸 有一个限度 不要伤害到我身边的人 跟我的家人 跟我的同事 我当初也在这个声明里面 我们也在讨论说 原来大家会把它 会把法律当作一个 最后的武器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 可能法律是第一的武器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 维护自己权益的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其实也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要去公安局 去报案 去立案 去侦查这个事情 我说对于我来说 其实伤害到了 除了我本人之外 还伤害到了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我的亲人 我的合作伙伴 还有我的同事 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 特别难以承受的事情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要认真的 去面对它去解决 我觉得没有逃避 只有面对 只有面对这件事情 才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它的真相到底在哪里